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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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她的原作都要更加传世 2003年 梅艳芳带兵在红馆举办了八场告别演唱会 身着婚纱嫁给了她最爱的舞台 演唱会上的夕阳之歌 贴切地对应了她的人生 回收她的恋情 饰演 就像临近黄昏的夕阳 在完成了想做的时候 梅艳芳终于说出了那句 时隔多年 再度付出的陈慧贤 对于当年易南平的前夕之争 没有了一较高下的雄心和傲气 前凡过今 有的只是对美姐的敬忠与怀念 陈慧贤表示 随着岁月的增长 自己也喜欢上了夕阳之歌 如今的梅艳芳早已历史 其中谁胜出 也变得没有那么重要了 现在的千千缺歌 依旧被众人传唱 就算当时没有胜出 也依旧虽败有荣 以前听千千缺歌 觉得惊天 现在听夕阳之歌 才是绝唱 这次你有什么想说的吗